字幕 字幕 李宗盛 甘心的心 拔運 向前走 請你著記住 運的名 有人出示著好名 運是無名的打拚 阿唷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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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編 小編現在在哪裡 看到的又是什麼櫻花 來 有沒有看到 這顆 這顆 這顆是我們的 錘之音 早上我們 中午直播的時候 我們有 粉絲跟我們通報 錘之音現在在開 看一下看一下 現在剛開始開 因為前兩天小編來的時候 其實他還沒有開 那時候花包出來了 看起來是還沒有開 那現在剛開始開 一程不到 現在 在 他開的時候會很像一個瀑布 因為他是垂直 會垂下來這樣子 透過這個角度這樣看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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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滿滿的他開的時候會整個滿滿的 很漂亮很漂亮 像瀑布一樣這樣子整個垂下來 哇 這邊因為是 剛好他是在我們的走道上面 那我們這邊幫他修 修一個人型的 人型的形狀出來 那旁邊讓他垂下來 垂下來 讓他呈現瀑布的狀 形狀 很漂亮現在剛開始開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來 禮拜六 明天禮拜六 禮拜六來 或者禮拜天來 下禮拜來 都是我們垂直音的賞花期 很漂亮 那今年小編有說 一個他比較不好的就是 他的葉子在掉的時候 忘記 沒有去給他做清理 所以他就卡在上面 因為他資料太多了 所以卡了一些樹葉在上面 那因為現在已經開花 所以來不及清理 所以看上去會比較一點雜亂 不過等他滿開的時候 下面這邊就會整個滿滿的 粉紅色的瀑布 很美 那接下來四月份 會有紫色的瀑布在哪裡 紫色瀑布在這裡 哈哈哈哈 對 這個是四月份才開的紫藤 我們的紫藤是老長 可以看到他的球桃 他的樹頭已經那麼粗 超級粗的 那這幾顆是老長的紫藤 可以看到他的花包也都出來了 花包也出來了 不過大概要到四月中旬之後 才會開花 那梨山已經有部分的紫藤在開花了 那今天來看到這個 我們的錘之音很漂亮喔 但是他不是我要過來的重點 我不曉得 滿多鳥 錘之音的話會 你看看那有松鼠 來 大家有看到嗎 松鼠松鼠 他 松鼠和那個鳥很愛吃錘之音的花包 就就錘之音喔 其他的其他旁邊的花 像那個三童子反而沒有那麼愛吃 反而很愛吃這個錘之音的花包 不曉得耶 害我都想要來吃看看 呵呵呵 沒有啊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前段不要隨便亂吃 齁 齁 你看這錘之音 錘之音的花很小朵 但是他也是開花開得很快 你看地板上已經 有一些錘之音的花瓣了齁 有多小朵 他跟我們的霧色音 差不多大齁 用我的手去 比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齁 很小朵 長得很幼氣 長得很幼氣 長得很嫩啊 看起來粉粉嫩嫩的 然後小小朵的 很可愛很可愛 如果這幾天有來到農場的話齁 散步一下我們鴛鴦湖 記得來看一下我們的 錘之音 也很漂亮 看 呃 前面就是 那個鴛鴦湖步道路口下來齁 然後旁邊是 呃 海域 海域齁 明明是海域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是這個 嘿 我們的花草館 花草館這裡有一棵 這棵 常常被人家說這棵是什麼 這棵 常常被人家說這棵是杏齁 因為它是很紅 所以 常常被人家誤認為是杏花 那這棵是什麼 那這棵是什麼 它不是杏齁 只是因為 人家常常聽什麼紅杏出牆 紅杏出牆 就以為杏 杏是紅色的齁 不是喔 杏花不是紅色的 杏的顏色有點像 粉 那個 粉膚色齁 粉膚色 那這個是什麼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常常被人家誤認為是杏花的 畢桃 畢桃 畢桃是紅色的 很漂亮的畢桃 畢桃花 那 這邊主要說還是有幾個 特殊品種 像這棵 這棵槌之音也是 也是 我們 農場的好朋友捐贈給農場的齁 然後在農場這邊真的是 長得很漂亮 漂亮齁 漂亮齁 還有更漂亮的齁 就在旁邊而已 來 在我們花草館裡面 有看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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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有看到了嗎 現在剛剛開始開喔 現在才剛剛開始開 沒錯 這就是花中之王 牡丹花 對啦 怎麼牡丹花在開了呢 呵呵 我們的牡丹花在開了 比我預期的還早 我本來應該會在清明節前後開 但是你看 這邊 這邊有白的 這邊有白的 哇 這個 這個在 這個要給它 用一個支架才有辦法 出來齁 啊 這顆 這顆整個開 開到滿了 來 這個要給它支撐起來 因為 花太重了 牡丹花的花開的時候 太重了 所以它整個都垂下去了 還有這邊 這個也是 花太重了 所以整個都垂下去 這個 我再請我們隊長 看看能不能把它 做個支架把它撐起來 現在牡丹花剛開 好 牡丹花的花期大概到清明節 今年比較早開 喔 那白色的牡丹 白色的牡丹 也很漂亮 來牡丹怎麼分 我們牡丹和另外一個 常見的 燒藥 會常常搞混 那牡丹看起來它的葉子 會這樣毛茸茸的 然後它的花是這樣 它是木本的喔 牡丹是木本的 所以它的樹幹 要講樹幹 樹幹是講這樣子 然後燒藥是屬於比較草本 多年生草本 比較不一樣 這就是牡丹 這是牡丹 來 農場也有燒藥 而且就在旁邊而已 哈哈 我們的花草管 其實裡面很多 小東西 欸 欸 阿家阿家 阿 還沒有出來 這是燒藥 這是燒藥 燒藥的話 在農場花期比較晚 大概 要到五月六月 才會開花 阿燒藥可以看到 燒藥都是 它是草本的 草本的植物 所以它的 它的這個 靜喔 靜就跟木質 木質的不一樣 死不起來 這是燒藥 欸我們旁邊這裡有椅 那我們 最老的牡丹 其實是在這裡 中間這邊 今年其實 你看 這個就是 凍傷 這個就是凍傷 草會打開 這個 本來有兩個花苞 在這邊 這個 這個就是 牡丹的花苞 這個是被凍傷 這個沒有救 這是被凍傷 這是被凍傷的花苞 這個就沒有救 這個就不會再開花 你看旁邊這個也是 這也是凍傷 很可惜 這個就不會長 這個就要 黏掉 這是凍傷 所以它呈現 超會大的感覺 這個不會開花 這個就等於死掉了 等於被煮熟的感覺 等於被煮熟的感覺 旁邊這邊 因為那邊太空曠 太冷 那這邊呢 就沒事 你看 含苞帶放的 丹花 超美的 這裡 這個是老掌 這個真的是老掌 怎麼看老掌 你看那些樹 樹頭 樹頭 像這個就有做支撐 所以它才可以 挺立起來 很美吧 這才剛開始 整個開的時候 比那個完工還要大 超美的 所以它才叫花中之王 花中之王 五丹花 現在開到清明節 開到清明節 開到清明節 這陸續 花包都陸續在綻放 所以啊 農場 其實進入整個賞花季 就是 一堆花 很多人 人家在海域中 拍照 這也是 牡丹 但今年沒花季 這邊都沒花季 這邊都沒有花季 我們的牡丹也是要休眠的 牠要睡著飽,牠才會開花 哇,真可愛 這個是 在我們的海域畫田中 很美,去拍的畫很美 來到農場,這時候 處處花開啊,都不要放過 跟阿娜達,跟祖會這樣 我們跟祖會那一張,讚耶 這個,爆春花 這個是虎頭籃 可以看到 這個,被修剪過很久 這個是老長的虎頭籃 虎頭籃它修剪之後,它更年會再開 但是,你要有好的環境,它才會開 所以可以看到 農場的虎頭籃 這個是 這是,以前買過來 然後 在我們山上 驗化的 這幾年都開得不錯 很美齁 這虎頭籃花期超長的 差不多 差不多要半年了 那這幾顆 那這幾顆 牡丹就 今年都沒有花包 你喜歡嗎 嗯,好吧 這也是虎頭籃 這個花期都超久 這個花期都超久 抱春花 這是我們的花草館 美美搭 走出來就是 我們的 鴛鴦湖步道 因為那邊在施工 所以要走旁邊 側邊走過去 現在鴛鴦湖的風速 全部在長嫩夜 看 這就是春天的農場啦 讓大家看 來 有看出個什麼端年啊 這上面沒有花 這上面沒有花 下面這個 看起來又像花瓣 但是那不是 唉 一般一般 這是什麼 沒錯 這是我們 蜂樹的種子 長得像翅膀 所以叫做翅果 翅膀的翅 那它就會隨風而飛 因為它 它就是翅膀啊 會隨風而飛 好,沒看到 那看到花瓣的是這個 我們的紅花梨 紅花梨 好 走下去 營養湖 帶大家 逛一下 這個 繡球花 剛醒 好 我們的繡球花 要到 大概 端午節前後 才會開花 哈哈 不夠久的啊 人家繡球花是親民在開 我們的要到端午才開 這邊就是海域啊 我們的海域真的是 很 好 拍 就是 你不用換雨鞋 就可以走進來 很好拍 走進來拍沒有問題 因為 它又 那個葉子 很清綠 然後花朵 鮮白 這樣拍起來 很美 很雅 很雅 另外一半就是 原羊湖啦 滿滿喜歡坐在這幾個位置上面 享受 我們 山上的太陽 哈哈 好啦 用我們的海域跟大家說 拜拜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給拜拜啦 小姐姐 走 走到海域後面 然後用 遠鏡頭這樣子拍 會相當的漂亮 而且景深會很迷人 OK 祝大家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拜拜